鬆散 霜太大了 今天 外面下了 unlocked 瓢盆大泊的大暴雨 它呼啦呼啦來的時候 羽肉燒砰一下就衝出去了 還打雷了 對 我一看它出去幹嘛去了 你們猜它幹啥 它搶救了一筐大蒜 蒜不能禁日 離了就發芽了 發芽了之後就不香了 吃ranil 可以 今天下雨呢 我觉得天气特别冷 而整个人都晕晕沉沉的 有点cold 所以想吃一些 hot 很长时间没有吃 外面街边小店的 沙锅米线啊 土豆粉这种东西 然后沐沙一拍脑门 拿起手机 再往上冲浪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沙锅米线 开店专用调料包 就是说你用了这个调料包以后 咱们就几乎能吃到 和外面一样的味道了吗 我也好奇啊 所以我把它买了呀 能不能还原成功呢 接下来呢 就跟着小编一起去看一看 买来的这个开店盒里边有什么吗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你就拿这开店呀 这不就是方便面调料包吗 甚至有 等一会儿 这还有个手写的呢 糖 这个沙锅米线开店专用调料包 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花了19块钱 总共有15包 5个口味 汤底包 番茄味 原味 酸辣 三鲜 麻辣 但是这样看起来 其实它就是像方便面调料包 不知道它能还原出来什么感觉 看下这个信吧 内部资料请妥善保管 它告诉你放几克 搭配多少的调料 搭配多少的汤底 来吧 我吃一个原味的 我吃一个麻辣的 走起 我吃的少 我选小锅 哎呦 我吃的太多了 我用大锅 来吧 抓你这做吧 高汤 倒进去 跟那个西医的芝麻酱似的 然后加入三斤的开水 给它调匀 就可以用 味精感十足 我们离沙锅米线 又进了一步 你这小锅挺能装啊 我吃不了多少 配个鱼丸 干锅 这个麻辣包 有那味儿了 特别有那味儿 哎 流口水了 我闻一下你那原味儿 弱爆了好吗 你跟他让我这个 哇 你这个好好闻 这个就是你吃完那个 砂锅米线 砂锅土豆粉之后 身上的味儿 你聊在身上那个味儿 快点玩快点玩 尝了 注入高汤 你可得蒸汽 你特别输给隔壁麻辣味儿的 真是的 麻辣小宝 你可要加油啊 你看那麻辣的 它制作了上火 你看那原味儿的 它吃多少它都没味儿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香辣砂锅米线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原味儿 砂锅米线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原味儿 来先尝一下我们这个原味儿 看看怎么样 一块钱的乔料包 煮出来的砂锅米线 它到底跟那个店里卖的 是不是一样的味道 哇 我的天哪 很像 之后玉模一样 我觉得就是那个味儿 对 我们竟然做出来了 刚刚 做出一锅跟外面卖的 几乎是一样的 原味儿的砂锅米线 你吃开快递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结果没想到跟我这样的惊喜 一下就能把你拉到那个 砂锅店里面 哇 太香了 其实我想尝一下 你们家的麻辣小的 必须尝我的麻辣小宝 淋上一点香油 才会更有那个香气 快了快 麻辣味儿那个底料一开的时候 就不一样 闻起来跟我那个不太一样 哇 太香了 哇 真一模一样 这个麻辣味儿的 比原味儿的要好吃一些 味道更浓 这个调料不像是火锅的底料 它又不是方面 嗯 我在外面吃到这样的砂锅米线 很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当你在家把这个东西还原 做出来的时候 谁啊 你也想吃啊 你不是吃的少吗 他先把自己的吃完 然后吃我的 这就是一个小份的奥义 这不吃不了剩下的 饭味儿 哈哈哈哈 这不喝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 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 态吼 所有都是 没有 停 幻燕 都有 没有 那么